3号是TPOS行政院通勤月票7月上路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交通部长王国才不敢掉以轻心 一大早就前往台北车站视察台铁TPOS执行情况 紧接着又赶赴机场捷运A1台北站 与傅格奎、郑文灿一起陪同蔡英文总统 视察鸡北北桃TPOS实施的情形 随后还在现场体验票卡加值及近战搭乘的便利性 总统表示TPOS象征台湾的公共运输服务 迈入新的里程碑 三大生活圈包括鸡北北桃、中章投苗、南高平 只要一张票卡即可在捷运台铁及客运等交通工具畅行无阻 我们把公共运输变得更平价 就会有更多人来使用 这不仅是可以缓解我们交通的用赛 让台湾更迈向净零碳牌的目标 同时当通勤的负担降低的时候 民众就可以扩大他们居住地的选择 王国财则表示TPOS自7月1号上路后 截至2号晚间已有30.7万人完成设定 上路前两天也有41.4万人次使用 显示即使周末假期不是通勤日 还是有很多人用来闲逛或旅游 那这两天我拿着我家子的卡到处跑 我发觉在有一个新的发现 我发觉很多的乘客拿着这张卡片都占进出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说 我们公共运输的各个厂站 有很多美食或是购物的地方 那未来这一张也可以促进我们的国内的这些消费 王国财也说明TPOS只有三个月建制期 因此上路初期只有过去有使用订期票的台北捷运和高雄捷运 每个通道都可以走 但机场捷运台中捷运和台铁都有专用通道 预估年底才有办法将所有闸门建制完成 但只要提前建制完成就会提前开放 王国财也强调 蔡总统和行政院长陈建仁都已确认 只要这项政策OK 在这次特别预算用完后 也会用一般预算来支应 让民众持续享受通勤及观光的双重礼多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